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GVP娱乐真的差一点就倒闭的那个时期 首先从二大开始接触K-pop的粉丝们应该很了解 GVP有一阵子非常执着于美国 在Rain,Wonder Girls红遍全韩国 GVP娱乐的业绩也是达到最高的时候 GVP没有继续扩展韩国市场而让Wonder Girls进去美国 这个决定让GVP娱乐度过了非常艰辛的几年 2009年营业额101亿,亏损46亿 2010年营业额216亿,纯利润9亿 2011年营业额99亿,亏损21亿 2012年营业额150亿,亏损98亿 而就在这个时期,Rain娱乐投资了GVP娱乐 取得了25.4%的股份 一举成为GVP娱乐的第二大股东 当时Rain是韩国财阀集团SK的子公司 但是因为韩国修改法律 SK被迫将Rain卖给了香港的私募基金 本来GVP本人跟SK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与香港的私募基金却常常发生对立 总之,当时Rain为了扩大自己的演艺事业范围 反对GVP娱乐的上市 并提议收购GVP娱乐 收购,不要,收购,不要,收购,不要 在无限反复收购拒绝后 GVP娱乐最终借壳上市成功 Rain则是在2013年11月收购了STATION 而与GVP翻脸的Rain在2014年1月16号 将持有的GVP娱乐股份全部都卖出去了 第二大股东将股份全部都卖掉 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空因素 根据当时GVP娱乐的情况来看的话 几乎就等于是死亡宣告 而且这一天2014年1月16号 也是K7的出道日 一出道公司就面临了危机 应该要收到公司全面支持的K7 在出道三个月后就进军了日本 第一次演唱会也是在日本举行 而当时苏吉也是疯狂的拍广告 那2PM呢? 2PM几乎没有从日本回来 在日本巡回了两年 2014年到2015年 在韩国只发表了两张专辑 在日本却发表了五张专辑 说实话 如果那个时期没有2PM的话 GVP娱乐可能真的就会消失了 而在2015年那个时期 媒体们经常报道 FTI的CM部落AOA的FNC娱乐 已经超越了JVP娱乐 而当时JVP也为了保住公司 将自己持有的JVP娱乐公司大楼卖出去 把资金全部都用来买JVP的股票了 有志者施金城 2015年K7的DUK在海外开始有了热烈反应 其实比起SMYG JVP娱乐的海外粉丝团并不算很多 但是K7 twice的持续成长 JVP娱乐在海外也开始有了 庞大的粉丝团 总之K7在海外的热烈反应之后 Twice以传说中的Utiti Uwa get chill out of Titi连续成功 Twice在日韩两国都超爆红后 JVP娱乐的黑暗时期也从此结束了 2015年3000元的股票 2023年现在是73000元 可能是因为公司业绩好 生活变得富裕 没有忧郁的JVP 在音乐节目也开始跳high boy了 开玩笑的 难怪那个时候在韩国没看到2pn 原来是有这样的内情 虽然是让2pn一直在日本发展 但那之前已经在韩国登顶了 真的是辛苦了 K7在出道期受访的时候说过 要救活公司 所以有吓一跳 原来是真的很辛苦了 哇想通那个时期了 K7出道后 A收到了不错的人气 但是马上就到海外发展 所以感到很遗憾了呢 多亏了苏集2pn能够坚持下号 结果因为K7 twice大发 公司才安定下来了 大家真的都辛苦了 虽然会被嘲笑美国病 但是因为有那个时候的JVP 所以大家才能够挑战的 原来有这种艰难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很多媒体都报道 JVP娱乐要退出三大经纪公司 现在后边歌手们都成功 变成了很坚强的公司 不管怎么样 希望JVPYGSM 直到最后都能保住自己的名字 对于JVP娱乐的艰难时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韩国论坛 反应非常热烈的Winter 清唱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